你来 你练什么 手指尖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 走 走 我要他再来一遍 你看 这个手是怎么起来的 怎么运 怎么运动的 你现在是用这边在运 运动这个手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一段变成一根棍子了 它死了 你们有没有懂 它的运动变成 你没有用到走 你如果用终结 我讲你用走的时候 你用走的时候 这条手臂是活的 是不是这样子 你不管是用尖 用根部还是用梢部 你中间没有 这条手臂就变成一根棍子了 这样不懂 这样不懂 所以你这个手臂 你这个手臂 你是这样动的 你是这样动的 或者你是用这边 你是这样动的 都是死 你只要用手肘 你只要用手肘 它是活的 啊 合要合 合住 等一下再来 八卦是外在的动作 影响内在 所以你到这个地方 你里面的气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你的外在放开 气是不是就进去了 可是你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里面没有进没出啊 没有意义 你做这个动作 没有意义 也没有打斗的意义 也没有内修的意义 要不懂 对了 你们看 你们看他这样做 你们看他这样做 走 好 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你起来 你在那边看 你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 当你在做到 你做到这个的时候 你身上的劲就出来了 你做到离身体这么紧 这么紧 你看你背上的劲 腰上的劲就出来 就到手 手上了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不关身体的事啊 要不懂 所以动作要做 动作要做到 不对 你那个也不对 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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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 这样子也不关他的事 八卦我讲过 手 手经过身体 手经过身体 就要靠近身体 手离开身体 手离开身体 就要远离身体 这是最基本的 你初恋的时候 最基本的原则 不要在中间 知道吗 压缩就压缩到极限 张开就张开到极 极限 不要在中间玩 所以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提 走这边 你看翻 这样子 这两个有一个交叉力出来了 跟身体 这样子才有这个力 这样子什么都没有 要不懂 你们记好经过身体 一定贴紧身体 还要向身体里压 远离身体 就尽量远 好 贴住 对 挤压 等一下 你在这个地方少了一个这个 当你到这边的时候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气全部出来了 你到全部出来 当你这个一走的时候 气是不是进了 对吗 如果没有这个 到这个地方 你没有一个这个 气没有出来够 要挤干净 这样不懂 你挤压 干净了以后 你不要做吸的动作 你一放 气就进来了 走 放 慢 坐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你们在小空间 小空间的时候 就以这个为圆 圆 圆心 你自己走 只是以这个为圆心 你的摆扣就要大 所以你可以练习 在没有圆心的情况下 第一个你可以以这个为圆 圆心走 好走 走 对 以这个 走 所以这个要立 食指要立直 它可以是一个圆 圆心 好走 就是以这个为圆心 这个圆就小 这是多大的圆呢 这是一步的圆 如果两步的圆 如果两步的圆 是你在这边 你要想象一个圆 圆 圆 圆心 你要想象这里有一棵树 有一个轴 你去想象出来那个 想不懂 想不懂 所以我们在走掌 没有一个可用的圆心的时候 第一个是用这个当圆心 第二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 一个圆 圆圆圆心 来走 好 把镜撑 把镜撑 撑出来 好 请问你现在 你现在在练什么 对 你把镜撑开的时候 把镜撑开 因为你每一次走掌 在训练的时候 每一次走掌 你要知道 你现在走这个掌 你在练什么 你借由这个走掌 在练什么 他现在要练 把镜撑开 所以你这个起来 沉下去 这个在这边 好 这个往前推 腰往那边转 前后拔了 你要脊椎跟这个 拧 有没有 这个不要回 要不懂 所以你的脊椎在拧 好像钓鱼 那个卷 卷线器 卷线器 在挤这边 卷线器 在这边卷 这个不要动 你才有拔 看不懂 那个卷线器 卷起来以后 到这边来 这边往前走 这才有一个拔 看不懂 好 走 对 这样子手上就 手上就有一点劲了 有体会到吗 腿 脚尖不要朝下 脚尖平的 脚尖平的 让脚底平的 脚底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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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起来的时候 虚腿提起来膝盖就放掉 膝盖放掉 膝盖放 好 停 你先这样练 我讲过 刚才讲 我看他们 好 停 我看他们走山 那个习惯的走山 他们懂 他们懂得什么 我讲释放压力 他们自然的就懂得 一用力就松 松掉 一用力就松掉 然后他走 这个上山 这个上 这个一用力是不是 这个一用力过来 啪 这个腿就松了 所以那个腿他们会 有时候是晃动的上去的 而不是控制很好的一个直线 一个路径上去的 我们在练拳也是一样 比方讲你在走 你在走这个 你这个一起来 这个水是啪松了 我一提起来 这边一提起来 是松掉 松掉 松掉它摆当 一回来啪就落了 所以我这个落是顺着它 你看 一起来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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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 用力的时候是什么 用力的时候是什么 这个时候也没用力 拔的时候 这边胯用一点点力 啪一起来 一起来到这边的时候 膝盖一松 啪落了 要不懂 起来松落了 起来松落了 所以要去练习 练拳的时候 走掌的时候 松的时候比紧的时候多 短暂的紧 后面要练习 全都是松 那个撑开也是松的 对 松开一样是 撑起来也是松 松的撑 所以你这个推出去以后 推出去以后 这个你看 不要动 一转 卷线器一样 卷回来 你越松 卷得越紧 要不懂 所以是这个轴在转 轴在转 卷紧了 好 这个轴就走 这个就走了 那个松跟紧 不是护刺 松跟那个卷的紧 是没有护刺 护刺啊 没有啊 很松 但是卷得很紧 那个紧不是说 肌肉 对 它没有 它没有消耗你的激励 对 好 先这样练 还有谁 还有谁 如果要弄穿掌的 这一扣 是不是这样子 本来张力是这个样子吗 你前脚一扣 是不是这样子 拧转 从这边的拧 拧转 拧上来 手贴手 拧转 走了 听到没懂 对这个时候 其实脚不用滴滴 那扣 扣步啊 是扣步啊 在这个过程 哪里是这样 那是快了以后 你熟练了以后可以 所以一开始我先这样 你要掌握好那个 对 才有力 对 你要掌握 对 你要掌握好那个拧转力 然后再走 对 好 好 好了